我们是运输汽车自机 每当春夏季节 一到傍晚 汽车公路面边 装加地面的青蛙涌向公路 甚至排队通过公路 往往被夜以继日 来往奔驰的汽车和何年死 数量之多惨不忍睹 弟子身为佛弟子 破语生计 无可耐活 也造了这种杀僧之夜了 心中非常难过 也为他们念佛回向 但总是一块心病 不知如何避免和补偿 盼望老法司开示 这个事情 确实是一种严重的杀业 但是在世界上 有一些地区已经戏意为常了 但是也有地区爱护动物的 他们懂得怎样回避 早年澳洲人 非常可爱 现在我看差很多了 现在我在澳洲 有时候看到这个袋鼠 也被车碾死 这个野生动物 小鹿 常常也在路上看到 那么澳洲 一些同修们告诉我 在从前是决定不可能 以前澳洲人开车 只要看到前面有动物 他车停下来 他会让这些动物走掉之后 他却再走 那么要砍树呢 看到树上有个鸟窝 他们会上去看看 如果这个鸟窝里头有蛋 这个树就不能砍 一定要等这个小鸟出来 可以飞走了 他可能停三四个月之后 再来看这个树 这是真真知道 爱惜懂 那么像这些青蛙 夜晚在公路上 而且有这么多的数量 在佛法讲 这是共业 如果 这个开车的司机 学佛 也可以 把车停住 下来的时候 把它赶成脸庞 你再走 如果你坐的次数多了 可能将来 你一走路的时候 马路上 它就会让开 它有灵性 千万不要以为 它预知没有灵性 它也有灵性 动物能够通人情 我们今年 在这个马来西亚 婆罗州 看到 黎经有居士在那边种菜 他就告诉我 他们山上 决定不杀神 爱护动物 六年 受到了很好的效果 这一次 有一些同修跟我一到去 他们感觉到非常惊讶 因为在山上 一般山上 总有蚊 蚊虫苍蝇 这些小虫 他们那个山上 居然 门窗 都开点 一个蚊虫找不到 他种菜 他告诉我 头一年种菜 这个菜 差不多十日 四分之三 都被虫吃掉了 所剩下来无几 他们决定不用农药 决定不用化肥 坚持到底 到第二年 这个虫害就少了 大概被吃了一半 还有一半可以收成了 现在第六年 我到他菜园去看 每一片菜叶 大概只有一两个小豆 几乎可以收到百分之九十几 病害虫少了 你不杀他 他也不扰乱你 杀僧不行 越杀越多 杀不尽 你不杀他了 他就没有了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像平常我们居家 厨房里面 这些蚂蚁 蟑螂这些小虫 总是不能避免的 我们学佛的人 就把他赶走 不杀他 把他赶走 其实赶都不要赶 以慈悲心爱心 跟他们共同生活 时间久了之后 他就不来了 你再去找 一个找不到 侯比要赶他 赶他 我们讨厌他了 不赶他 我们爱他了 我们爱他 他也爱我们了 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我们真的去做 真的得到效应 这些都可以 给这些居士们 自参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